说到中国的黑社会 每个年龄段的人理解都不一样 当然黑社会在每个年代的表现也不同 解放前的黑社会 以上海滩的杜月双黄金融最为聪明 到了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 随着香港黑帮火拼的影视剧风鸣 大哥小弟的称呼被许多年轻人所效仿 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光派大佬 他不但在道上可以呼风唤雨 而且还是一位爱国的人士 在他身上有着太多的传奇事迹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司徒美堂 168年 他出生在广东开平一个比较贫苦的家庭中 在那样的一个动乱落后的年代里 在他五岁时 父亲因病去世后就开始了他苦难的历程 在读了四年私塾后 辍学打工 由于年龄小经常被人欺负 为了不被欺负 这期间他还学过一段时间的武艺 到了十二岁的时候 为了有一番作为 他干脆跑到了美国 其实在那里的日子里同样饱受美国人的欺辱 为了自己有个保护的依靠 他加入了在美国的鸿门制公堂 有一天 在他打工的饭馆里 来了几个想白吃白喝的美国人 他们不但不给饭钱 还打砸饭店内的东西 忍无可忍的他打死了一个闹事的白人 这个行为引起了在华人的圈子里 引起了轰动 后来 在鸿门制公堂的力保之下才没被判死刑 只做了十个月的监狱就被放出来了 出狱后 司徒美堂利用这件事情的轰动效应 创立了安良堂 并且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把分堂开遍美国的三十一个城市 集成员达到了两万多人 随着安良堂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业务的增多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他还聘请了一个叫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律师 这个人后来可不简单 不但成了总统 而且还连任三届 1904年 结识了到美国开展革命活动的孙中山 在孙中山的感召下 为革命党人做了许多支援工作 并且全城都贴身保护孙中山在美国的革命活动 1937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 司徒美堂为了支援抗战 组织华侨和门徒为国内捐款达330万美元 国内战争爆发后 他经过对蒋介石和共产党的比较了解 认清了国民党的丑恶嘴业 依然选择支持共产党 并在1949年回到北京 在周恩来等人的劝说下 最终定居在了北京 在开国大典上 司徒美堂受邀与毛泽东等人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 一起见证了共和国的诞生 1955年5月8日 因为突发脑溢血而去世 终年87岁 周恩来等国家重要的领导人和社会各界人士 将近千人参加了他的公祭大会 公祭完后 遗体被安葬在了八宝山的公墓内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了解更多历史信息 请关注二江说历史 留下你的评论吧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